PATCHINCO ゴジラ対 エヴァンゲリオン 大家好,今天一次開箱兩個拒絕型 哥吉亞隊浮雲展示 貝歐的連盟已經高瞬模式 接受完估計片長半小時 還是莫測高瞬直接看吧 就...又吃土了 把外盒割掉之後 哇靠這內盒也太隨便 就還是一個普通紙箱貼上產品貼紙 打開來有一張超美用的組裝說明 然後拉開來就真的只是泡殼 這次的包裝設計超乎意料的沒有設計 然後拿出來就完工 沒有組裝需求 然後電池盒還蠻帥的 然後打開這個號稱30公分成任版本 拉出來依然是普通紙箱 貼了超訊的貼紙我都可以自己印來貼 然後這次開蓋還蠻特別的 就很久沒有開到這樣子打開的玩具了 打開依然有我懶得介紹的東西 存在價值比紙箱還不如 然後依然是直接泡殼 然後這個尾巴建議用吹風機吹軟之後再來塞 哇真帥 這邊有上一個腳層來彌補 之前出版會站不穩腿軟的問題 然後搭配一下額子版本 這細節確實也值得4000多塊 臉部脖子跟身體的哥吉拉特徵細節直接封繩 還有這些棋 這個背影也真帥 觀賞體驗極佳 底部有一些版權印刷 整個結構細膩複雜 牙齒做了兩層 還有非常寫實的漸層 然後來看新款 這個小隻的頭 居然比旁邊的爸爸尺寸還大 而且細節銳利度明顯更高 那一根也是更粗更長 大隻的就這口腔厲害 看起來胃口不錯 看起來實量比艾連還餓很多 背棋就有強大的魄力跟生物感 轉過去單擺不怎麼樣 但旁邊擺了一隻小隻的一筆 叫做背影就很有朱智欣的感覺 都聞到橘子的味道 腳底依然有一些版權資訊 綽號機裝甲跟靈片的結合漸層很耐看 機甲部位還有許多的刷舊更有感覺 就讓我有一種雨之波般的感覺 這不就是虛卓能乎結合共鳴久辣嗎 那糟嗎 這種到處串台的設計 就真的很想立刻丟錯了大師球 當他的人主力 那這體的高度比例大概是這樣 40多公分的爸爸 帶上自己公分的兒子為什麼都是公的呢 我也不知道 就可能紫色內褲那邊看起來有一包吧 那來看這個G點覺醒型態的電池 就為什麼頭是常見的因緣線呢 用更普通的電源線不好嗎 然後來看這個超隱密的電源洞 從右後大腿你根本看不出來 藏超好的地方拔起來這根紫色棒棒 再把這個金屬棒棒冷冷的插入 大概就這三個地方可亮 然後要亮的時候 後面都要掛這塊有割號機一半那麼大的電池 就真的很丟出耗機的期待的臉 就到底為什麼不能做個充電式的 好啦那今天開箱就到這 謝謝觀看 後面還有超級多的開箱 記得按訂閱 下次見886 那時候如果我直接拿 我應該可以拿10500 那時候就不用收 最早是不是 不算是貴的啦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最早就收到 謝謝觀看